公投結束之後 緊接而來 就是1月9號的霸場案 立委林長佐把握每一段時間 上街來拜票 希望民眾都可以出來 投下不同意票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他挨家挨戶的每一個店家 全部都去握緊這一雙手 希望可以爭取到最多的人 去來投下這個不同意的 不同意票 今天林長佐行程是來到了 萬華區河濱的第一第二商場來掃街 那麼這個商場的自治會長 也親自出席 帶著林長佐挨家挨戶的 每一個店家來進行拜訪 就是希望可以請大家踴躍的出來 投下不同意票 那麼林長佐這一次也是積極的 在網路上號召大家可以來幫他掛布條 以及掛出宣傳的看板 不到短短的時間內 就已經發出了超過200面的布條 讓林長佐非常的感動 也希望說他在最後這幾個衝刺的時間 把握每一個時間來為自己的罷免案 盡最大的一份行李 稍微圈